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所以秦穆公就把心一橫 決定去楚國把松義找回來 借助自己強大的武力 強迫進國另立身骨 秦國的屎臣來到楚國找松義 松義這個moment就飛上頭變baby了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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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隨史詞回到秦國之後 秦穆公十分熱情地招待松義 大手不到嚇到你 人家就說嫁一個女兒 薄吊金龜而已 秦穆公不是 她一次嫁五個女兒 她心想今次這隻金龜還不吃硬你? 看來秦穆公當年也偷偷地 吃過吊金龜萬里亡花生 秦穆公這五個女兒裡面 個個都國色天香能歌善舞 文營是縱女之首 但是秦穆公嫁給松義這五個女兒裡面 還有一個女兒非常之特別 這個女兒就是淮營 也就是松義的侄子晉懷公的老婆 晉懷公為了回去繼位 就將自己的劫發妻子 淮營拋棄在秦國 所以秦穆公就是你不仁我不義 你竟然敢拋棄我的女兒? 那我現在就把我的女兒 把你老婆嫁給你大伯 該會咯 這次真是家門不幸 但同一時間 也是秦穆公對松義的考驗 但松義是完全不知道 秦穆公嫁給自己的五個女兒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福來的 淮營改嫁之後 後世就稱這個女子做神營 因為她曾經嫁過人 所以對比另外秦穆公的四個女兒來講 其實就相當於陪嫁女 但是秦穆公的女兒 個個都能歌善舞 有一天 華盈就來服侍她的新老公 兼錢大伯去刷牙洗臉 她就拿著一個洗臉的面盤 一路唱歌一路跳舞 打算拼松義的歡心 一加一就等於松義 二加二就等於阿四 我甘願做松義阿四 因為松義是我的小baby 松義作為一個五六十歲的中坑 她真是接受不到現在的美女 竟然可以唱了那麼骨鼻的歌 所以松義就只顧著洗臉 並沒有多看她一眼 但懷盈並沒有死心 作為一個專業的dancer The show must go on 她一路都安慰自己 不用理 自己開心地就可以了 所以懷盈就一路比心心 一路跳下去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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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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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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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義 Oh no 松義真是頂受不住 她嚇到連盆假牙都掉到面盆裡 馬上撥了撥手 叫她退下 因為她真的很害怕 不知明天 這女兒會不會又過來 叫她一起學貓招 喵喵喵喵喵喵 但松義這個舉動 就激怒了懷盈 她很生氣地把面盆扔到地上 然後指著松義的雲睛說 你這個死馬甩路 好厲害嗎 我們秦國和你們進國 大家都那麼高那麼大 你竟然夠膽那麼輕視我 我現在又回去 告訴父皇 松義就問 Chill 你爸爸哪位 哼 好話了 我爸爸就是秦木工 這次糟糕了 松義這次糟糕了 流亡了十九年 先等到秦木工這個這麼大的金主爸爸 拿一條消防後撥自己 但誰知道第二天就得罪了別人的女兒 所以松義趕快想哭抱 她想盡辦法想哄回懷盈 但懷盈怎樣都不肯 最後還是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身 哼 剛才我跳舞給你們看 你不看 現在你要跳給我看 於是乎 四五十歲的松義 就一路扭著屎乎花 一路跳舞了 懷盈還說 如果跳得不Q 都不收伏 一加一就等於松義 二加二就等於阿四 但是松義就是你的阿四 並且松義是你的小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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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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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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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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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 嘻 你的死人頭 雖然說臨近清明 都不用唱得像哭桑一樣 一點誠意都沒有 沒有心唱就不要唱 我等人告訴我父皇 松義深刻反省和洗心革面之後 又再重新表演了一次 相信我 這一次 絕對不是這集中的最後一次 一加一就等於松義 二加二就等於阿四 現在松義就是你的阿四 並且松義是你的小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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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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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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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義 嘻 算你了 松義知道自己得罪了巡目公的女兒之後 就把自己困在房間裡面閉門思過 這個時候的松義已經非常之成熟 知道事情的輕重 亦都懂得忍忍 同當年漂派衛國的時候 想著立起條鞭去fit個老龍 立起條水喉通 便打了自己的舅父 已經不再是同一個人 松義跳完一拍舞之後 終於哄回她的疾心譜兼身老婆 秦目公見到松義這麼信蟲 心裡面亦都相當之開心 既然要將松義送回到晉國做君主 那一定要將那些道德文章做到十足十 秦目公準備舉行一場喝酒禮 無論是在西周時期 還是春秋時期 禮樂對於各路諸侯 又或者是皇室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各路諸侯又或者是士大夫互相見面之後 在這個典禮上各自展現自己的風範 展現自己的修養 通過這些外交禮儀 來達成一種社會的協調 禮樂禮樂 有禮就有樂 但凡是典禮都需要有歌聲和音樂相伴 只吃飯實在太寡了 在春秋時期 諸侯吃飯又或者舉辦典禮 都一定要有人在旁邊唱歌作慶 嘿嘿 你是不是想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啊? 秦目公率先派了他的樂師出來唱歌 這首詩歌叫做《彩叔》 後來也記載了在小雅這本經典裡面 松耳就帶了他的謀士趙衰一起去 嘩 聽到秦目公拋屍達人 還不是去到battle time? 我們松耳也有一首首本名曲 嘿嘿嘿 我又要唱啦 Come on 松耳今天很有face 因為木公邀我來飲營 沒有木公就沒有我今天 木公松子是我的小bab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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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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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公全家都是我Honey 嘩 松耳和趙衰兩個人經歷過他的疾心譜兼新老婆 這幾天以來地獄式魔鬼式的訓練之後 在秦目公的飲酒禮裡面簡直就是忌驚四座 在場所有的人都拍攏手掌 那些歌詞擦鞋得來又哮感動天 激昂得來又收放自如 再加上松耳半桶水的big box 整件事簡直就完美到極點 這場大龍鳳搞完之後 秦目公就送松耳他們回國 松耳在秦國軍隊的陪伴底下 一進入到晉國 整個形勢馬上就逆轉 很多晉國的成衣馬上就投奔松耳 表示他們會擁立新軍 在這一種大勢之下 晉懷公深知到松耳殺到埋身 雖然在他手下還有他爹留下來的心腹 極銳和女生 這兩個人手握重病 但是見到這麼多士大夫倒向松耳 晉懷公相當之生 他限定了時日要求那幫士大夫限期回國 如果不限期回來的人將會受到懲罰 松耳的公公是胡特 一直都是晉國的士大夫 晉懷公就叫松耳的公公 要求他兩個兒子胡毛和胡燕 在限定的時日回回晉國境來 胡燕也就是子販 和他哥哥胡毛都是松耳的舅父 一直都跟隨在松耳的左右 所以松耳的公公胡特 拒絕了晉懷公的要求 於是乎就被晉懷公殺了 終於因為女生和菊瑞 懼怕松耳背後的秦國 所以就連這兩個心腹大臣 都率領著晉國的部隊 去迎接松耳回國 兩個人林鎮倒閉 所以搞到晉懷公就被逼出走 但是很快就被松耳派人殺死了 而他死的時候僅僅只有22歲 這一年是公元前的636年 殺死了晉懷公之後 松耳終於謀朝三位成功 顛沛流離了19年 搖身一變變成了晉文公 紫范代表松耳和軍隊盟約 表示接收這批軍隊 但是晉國這麼多年來 各種各樣的勢力盤根錯誌 尤其是松耳的敵對勢力 表面上就歡迎新軍 但心裏面就各懷鬼胎 而松耳剛剛回國 政局未穩 這個時候是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松耳他們回到晉國之後 總是覺得這些表面上的平靜和和諧 其實是暗藏絕殺機的 但一個二個都甘願苦手清神 他亦都沒有任何的把柄 亦都不可以對這些人說殺就殺 松耳就暫時安頓了下來 忽然間有一天 有一個人過來拜訪他 這個人就叫做智仁匹 松耳很記得這個智仁匹 當年晉獻公說要追殺松耳的時候 勒令這個智仁匹在三日之內要捉到松耳 但這個智仁匹為了邀功 只是用了一日半的時間 就找到松耳 一見到松耳就捉住他的衣袖 一下就劈下去 幸好松耳把手縮得快 才保住了一隻手 而晉獻公瓜之後 晉獻公繼位 又再一次派這個智仁匹 去熔敵那裡追殺松耳 所以松耳心想 這個狗奴才現在竟然夠膽過來見我? 他當然是嚴命長頂了 所以松耳就叫下人傳話 叫他爛 怎知智仁匹就在宮門外面冷笑了起來 他對著宮殿大門很大聲地說 嘿嘿嘿嘿嘿 我以為你流亡了十九年 已經學識了為君之道 但是怎知 你依然是一個小baby 如果你還是帶著你的baby智商 留在晉獄的話 總有一天 你會再一次襲包袱 離開這裡 我智仁匹只不過是君主的智仁 君主要我殺誰 我就殺誰 我管你是公子還是平民 我管你在你的封地還是你舅父家 君主的命令就是我的職責 你作為一個君主 難道你就沒有要殺的人嗎 難道你就沒有執行命令的人嗎 你今天叫我爛 那我就爛 但請你記住 如果你用這樣的態度 你去對待晉獄的時辰 那我就預祝你 陷加富貴 嘻 嘩 松耳聽完這傢伙大放缺詞之後 心裡覺得他也說得對 於是乎 就趕快邀請智仁匹回來 智仁匹就把晉懷公的心腹 桂瑞和女生準備要發動的一場宮廷陰謀 和盤托出 說給松耳聽 這兩個人準備在初一的時候 進宮廷放火 幾時幾分 哪一個人來做 都已經安排好了 而當宮廷起火之後 桂瑞和女生 就會派人來宮廷救火 救火並不是他們主要的目的 目的就是要趁亂 堆壞松耳 松耳一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馬上就抱住了智仁匹 親了他一口 哎呀 阿匹匹 我真是怪錯了你了 你真是好人 你 你真是我的小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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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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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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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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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走吧 再不走 就來不及的了 於是 松耳就聽從了智仁匹的建議 八百里加急寄了封信給秦木工 當晚就坐洗頭艇離開了晉國 松耳帶著小亮的心腹 回到秦國的境內 為了掩人耳目 宮廷裡面一切如常 並沒有人知道松耳已經著草走了 去到初一的時候 宮廷裡面果然發生了大火 女生和菊瑞就帶著重兵過來勤王 但抄運整個宮殿都找不到松耳 他們知道松耳已經走了 在威逼利友之下 終於知道松耳去了哪裡 他們就根據情報 向著松耳逃走的方向進發 而秦木工一早已經在黃河那裡埋伏 等這一行人來到之後 馬上就出來將他們捉住了 而且當場搞殺 晉國的局勢 這個moment終於平定 晉文工松耳的江山終於坐穩 那麼接下來 他的爭霸之路又是怎樣的呢? 他跟秦國的關係 又是不是一直都這麼好呢? 我們就留下集再說 今集的時間來到要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把口不收,講下春秋 我們下集再見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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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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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